今年花艺设计师Belle 又和我们设计了两款兰花 Hello 大家好 我是Amae 新年快乐 新年今年的农历年就特别早到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准备行花市 兰花很多人选择 很多人喜欢将兰花 不想出去和人逼劲 可以早点提早去订 因为去年很多客人都订不及了 提早点告诉大家 我们有兰花 其实出去买的兰花 很多时候嫌疑单调 有些装饰很漂亮 就可以自己拆 但去年我试过跟丝学艺 发觉不容易摆设一盘兰花 今年花艺设计师Belle 又和我们设计了两款兰花 这套叫金银门屋 金银门屋里面有很多竹枝 令到整盘兰花 整盘兰花更丰富 整个层次感多了很多 你看到两盘都是 三窗六枝 三窗六枝的兰花 这些兰花都开得很漂亮 现在这个时候都已经 不过还有很多竹枝都准备向前去生 你想像到如果再过两三个星期 它再满一点更厉害 这个金银门屋是ZA 如果喜欢这个设计 可以选这个 第二 这个叫玉兔营春 玉兔营春 一只兔子都没有 不过今年真的兔年 它就给兔子最喜欢吃的红萝卜 放在这里 就会比较跳脱一点 也没有太年纪大 这个年轻一点 而且这个主要是用银钩去屈 我屈过去年银钩不是那么容易 屈到它那么漂亮 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设计的时候 就要提早一点 不知17号我们要发货 现在已经快来10号 如果要设计就要早点提早计 第二 蓝花也是自然的植物 如果我们摆设就是这样 但花艺斯Avella 都会按着不同蓝花的形态 走的方向 都会有少少少不同 请勿介意 因为花艺斯尺每一盘 都是亲手逐盘 逐盘插出来 所以他都很希望每一盘 相片是一样 但他都很希望保存到 每一棵蓝花的形态 然后再做一些不同的装饰 保证大家一定会有一盘 很漂亮的蓝花 放在家里过年 一盘也是的 大致上都是这个类别的盘 但也不要介意 如果那些盘刚刚有缺货 他都会参加我们这两盘 今年兔年的蓝花盆栽给大家 预祝大家身体健康